大家好,歡迎收看公館木新聞 今天是來回答有些人提出的問題,還有補充說明一些事情 首先有人問說,為什麼好像每次看到的YouTube觀看次數都不太一樣呢? 那這個是正常的,從前面觀看的觀看次數,每個人從不同的地方看都有一些誤差 比較正確的數字你要從後台去看 那首先你要先像這樣子登入自己的YouTube帳號之後 點選自己的頭像,按YouTube工作室 那進去之後呢,你再點選左邊的影片 從左邊的影片去看到你這個影片它的觀看次數 那這裡才是正確的觀看次數 也就是說我們到時候登記也會從這裡登記的 那竟然都進入到這裡了,要講一下 有些人會發現自己的影片的留言是被關閉的 我們也要從這裡去進行修改 點這個筆,進去之後你往下滑 這邊是可以改標題的,這邊是改資訊欄的 再往下這裡,點選顯示更多 再往下,這裡,留言與評分 把留言的這個項目改成第一個或第二個 允許所有留言 或是一次含有不當留言必須經過審號才發布 改成這兩個,就可以讓其他人很自由的去留言了 不要忘記我們這次是有比賽留言數的 那既然講到這裡,我們也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在之前的影片我們就有說過 如果只留言很棒很讚,留一些表情符號 或是隨便按一些沒有意義的數字 那這些留言我們是不會去計算在裡面的喔 還有早安午安晚安飲食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是要回答大家的問題還有補充說明一些事情 剩下一個禮拜的時間 小朋友們就趕快把自己的影片 分享給更多人去看 邀請更多人來按讚 還有自己可以去別人的影片留言 或者是邀請別人到你的影片留言喔 謝謝收看公館墨新聞 請記得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我們的影片喔 另外我們公館國小還有粉絲專頁 記得去追蹤喔 我們下次再見,掰掰 此次好書推薦活動 感謝489先生贊助